10月29日,大S徐熙园,小S徐熙弟作为演唱会的特约嘉宾,今天和范范一起来到彩排教室进行彩排。 一首《不能和情人说的话》,把姐妹们的感情诠释得十分贴切。 10月份,愿者同志来所一直摸着我手,让我释放,让我满 Lets Crown. 最深奖是往远的天啊,就算不能放在心里的逸丰。 最新年代表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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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白白不过就别走不上我 但是马上只要你不开胎 天天总是一句话笑的 不曾给此人说的话 我不是想像你只挂着我手 让我心疤 当天的大S虽然发着高烧 还是赶来为死党助阵 有的泛泛感动之余 大S又调侃自己是疗伤系歌手 因为唱完歌他就要回家自行疗伤 小S表示起初很不想背歌词 但后来唱着唱着竟然感动起来 还被好奇的女儿询问了一番原因 拿到我就把歌词一打开 我想说 诶 然后想要卷一卷丢到那个 很差 不过后来我开始认真练的时候 我只唱第一遍 我女儿在旁边看嘛 然后我唱唱我还整个热泪迎光 然后我女儿还说 妈妈你在干嘛 我说我在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 然后我女儿还说 什么是不能跟情人说的话 我才跟她讲了一大堆 真的吗